这次我要为你介绍的藏品 可是被誉为希腊古典美学的最高成就 它就是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 你肯定会觉得奇怪 卢浮宫也有帕特农的浮雕吗 他们不是都在大英博物馆吗 的确 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 绝大部分都在1801年 被英国的埃尔金 Elgin伯爵拆下来扛回英国去了 但卢浮宫还是奇迹般的保存了其中一块 而且还是非常重量级的 这就是原先位于神庙正面的中眉上的一块浮雕 这倒不是因为埃尔金把他给漏了 而是卢浮宫先下手为强 早在他11年之前就看上了这块浮雕 将它买回去了 在介绍这块浮雕之前 有一点想让你先了解一下 那就是古希腊时期留存下来浮雕或者雕塑 其实非常的少 卢浮宫里大部分的古希腊雕塑 都是古罗马时期的复制品 即便是三宝中的断壁的维纳斯和胜利女神 那都不算是古希腊的作品 而是希腊化时期的 但是帕特农神庙上的浮雕 浮雕可都是100%古希腊的原作 而且是由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 菲迪亚斯 菲迪斯操刀完成的 它最明确的展现了原汁原味的古典时期 艺术风貌 被誉为西方美学的巅峰 接下来 我们就来一起仔细看看这件作品吧 就像刚才说的 卢浮宫的这块浮雕原本位于帕特农的中美上 可想而知 这个正中的位置 一定画了非常重要的主题 没错 整个中美浮雕描绘的都是雅典美四年 举行一次的范雅典娜节 Panathania游行 范雅典娜节 是人们用来纪念雅典娜的宗教节日 在游行队伍里 你能看见希腊众神 祭司 骑士等各种各样的人 我要请你注意的第一点 就在这里 这块浮雕是整个中美的C位 但它上面所描绘的八个战力的人物形象 都是普通的凡人 希腊的众神们 反而都被安排在了旁边的浮雕上 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坐着的 就像吃瓜群众在看表演一样 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 说明古希腊对于人的自身价值非常注重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 而神不过是来打酱油的 这体现了古希腊的精神气质 那就是以人为本 这块浮雕的被创作出来的时期 属于古希腊最辉煌的古典时期 也就是公元前六至四世纪 前后也就不到二百年光景 但这二百年 绝对是一颗闪耀的流星 现代西方的政治 哲学 美学等等 几乎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里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修西底德 柏里克利这些神人都来自那个年代 所以 后人对于这个文明 除了仰望 就还是仰望 后世看古希腊文明 除了经济于他诸多辉煌成就之外 还获得了一点重要启示 那就是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明 你一定听过古希腊哲学家 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那句著名的话 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 所以你看 在这块浮雕上 古希腊艺术家也是把人放在中间 而不是把神放在中间 现代西方文明中 对人性的崇拜和对个体的尊重 就是从古希腊那里传承过来的 我们接着看这几位主人公具体是如何呈现的 究竟是怎样的艺术语言 可以称得上西方艺术的巅峰呢 这块长径两米的浮雕上 占据主体的是六位少女 这六位少女都出自雅典的名门 在犯雅典娜节日时 这些少女会亲手编织一件圣衣 献给女神雅典娜 雕塑刻画的就是这一场景 这六位少女正慢慢朝着雅典娜雕像走去 准备献上他们织完的衣服 除了他们 浮雕左侧还有两名男性神职人员 他们正在欢迎少女们的到来 整个浮雕给人的感觉是很简洁的 但如果你仔细去看细节 又会发现作者其实很用心 比方说那六位少女 他们的双腿都不是并拢的 而是一前一后 膝盖自然弯曲 手臂似乎也在轻轻摇晃 这些都让你能够真实的感受到 他们正在向前行走 你不光能感觉到他们在走 还能感受到他们走路的姿态很缓慢 很优美 为什么呢 因为少女们身上所穿的衣服 一点也不飘 很有垂坠感 几乎都与地面垂直了 如果走太快了 衣服当然就不会是这样的形态了 这样的刻画 既让人感到生动和优雅 又给人一种庄严感 这块浮雕完美体现了古希腊艺术的精髓 那就是温克尔曼 Winkelman 那句名言高贵的单纯和进步的伟大 在2500多年之后 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这样精美的艺术 当然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但这里我又不得不说一句 很可惜 我们再也没办法看到它最美的样子了 这么说 倒不是因为时间的磨损 而是因为自从它被从神庙上拆下来的那一刻 它丧失了作为建筑的整体感 而永远成为了一个残缺的局部 这块浮雕 所有人去看它 都会感觉非常的和谐与完美 这种和谐本来是融合在整座神庙 乃至整个雅典城之中的 而这一切的背后 是精心计算过的比例和尺度 是古希腊人运用理性的极致展现 古希腊人深信 宇宙并不是建立在神的意志之上的 而是建立在规则和秩序上 自然万物都可以找到潜在的和谐比例 美就存在于和谐的数字比例之中 比如帕特农神庙 整个建筑中就反复出现了一冒号二加一这个数字比例 比方说 立柱的数量 外围正面是八根 侧面是十七根 这样就正好符合一冒号二加一 因为八乘以二加一等于十七 浮雕上的这八个人 人物之间的排列 每个人的身体结构 背后也都是复杂的数字关系和几何规律 所以 它才能让你感觉那么的和谐与自然 每次看到古希腊艺术 我都不禁感叹 古希腊文明实在是不可思议 那可是2500年前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还都是极度迷信神的力量的 那为什么古希腊 却偏偏认识到人的价值 将人的地位抬得那么高呢 在我看来 肯定有地理环境的因素 因为希腊大多都是岛屿 岛上的陆地又都以丘陵为主 不适合种田 所以 古希腊人主要靠贸易为生 他们不需要向神明祈祷 让庄稼丰收 或者是河流不要泛滥 另外 希腊的自然灾害也少 外来侵略也不平凡 所有这些 就让古希腊人对神明的需求 没有那么强烈 人的力量也就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了 另外 古希腊文明的发展 也离不开它的邻居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 它从这两个古代文明中 吸收了太多精华 比方说两河的数学和天文学 埃及的解剖和建筑学 这两大古文明的加持 外加希腊人 在海洋环境里所形成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最终催生出了希腊辉煌的古典时期 构建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 好 帕特农神庙福雕 就讲到这里了 现在我来总结下 首先 这块福雕原来位于帕特农神庙中美的正面 被公认为是希腊古典美学的最高成就 第二 这块福雕很能反映古希腊 以人为本 特质 因为它位于神庙中美的C位 但主人公却都是凡人 希腊众神 这块福雕上人物之间的排列 每个人的身体结构 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数学关系和几何比例 反映了古希腊人崇尚理性的特征 第三 古希腊人的这种以人为本和理性的特征 和他的海洋地理环境 以及商贸特性非常相关 但同时 古希腊也从他的邻居 两河以及埃及这两大古文明那里吸取了大量精华 2019年4月15日 巴黎圣母院的火灾震惊了全世界 虽然教堂的主体和钟楼都保住了 但是教堂的顶 几乎都烧它了 至于圣母院内部所保存的珍宝 专家预估了一下 有5%至10%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害 目前 圣母院所珍藏的近百件文物 都已经被转移到了卢浮宫 他们就成了卢浮宫的新朋友了 在这一讲的家餐里 我就来为你介绍其中两件特别重要的珍品 一般来讲 教堂里所保存的珍宝 都是一些宗教油画 雕塑 以及圣餐里所用的器具之类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 有着850多年历史的神圣建筑 它里面所收藏的珍宝 不用我说 你也应该能想象它们的分量 火灾那天 当火势开始疯狂蔓延的时候 神父Jean Mark Furniel 不顾一切地冲进了圣母院 拼了命最先抢救出来两件珍宝 而他们也正是我这一次 所要介绍的荆棘皇冠和圣鹿一长袍 这两件宝贝究竟是什么来头 可以让这位神父连命都不要去抢救 他们还真的是天主教里 至高无上的圣物 这两件珍宝能够流传到今天 光是他们的历史价值和精神象征意义 就已经无法估量了 我想当时无论是哪一位天主教徒 在火灾现场 都会不顾一切冲进去抢救他们的 我就先从这第一件圣物 荆棘皇冠开始说起吧 耶稣在受难之前 罗马的士兵们曾经百般折磨过他 由于在当时 耶稣被称为犹太人的皇帝 士兵们就用带磁的树枝 编织了一顶荆棘皇冠 戴在耶稣的头上 以此来嘲笑他的皇帝身份 这顶荆棘皇冠刺入耶稣的头皮 让他的血不停地往外流 这一幕残忍的场景 艺术家经常会描绘他 我在文稿区就为你贴了一幅 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描演 巴黎圣母院所珍藏的荆棘皇冠 正是当年耶稣受难石头上 所戴的那顶 他是基督教里最早的一批圣物 还是耶稣亲自带过的 要论宗教价值 几乎没什么圣物能拼得过他 但耶稣当年是在耶路撒冷受难的 受难物怎么会跑到法国来了 其实这座荆棘皇冠 原来真的是在耶路撒冷的 只是在七世纪的时候 波斯人开始入侵耶路撒冷 为了保护圣物的安全 荆棘皇冠就被转移到了拜占庭 等到了1238年的时候 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抵债 才将这件圣物卖给了法国 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 几乎将国库都快掏空了 才将这件圣物买了下来 荆棘皇冠到达巴黎的那天 路易九世脱下了华服 穿了一件极其朴素的长袍 赤着双脚 在他兄弟的搀扶下 去迎接圣物的到来 还亲自将他送进了巴黎圣母院 讲到这里 估计你不禁会想 这件荆棘皇冠 虽然是一等一的圣物 皇帝对他尊重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花那么多的钱 去把它买下来 真的值得吗 非常值得 这个就要说到中世纪的圣物崇拜了 当时的基督徒们相信 圣人殉难后留下来的物品 比方说海骨 衣袍之类的都属于圣物 那可是一种巨大的荣耀 是国力和威望的体现 就说威尼斯好了 作为一个地中海强国 他就一直因为 没能拥有一件名气特别大的圣物 而十分苦恼 最后 他们是跑到了败战亭去 偷了一件圣物回来 那就是圣马可的遗骨 为了存放这件圣物 威尼斯人还重新建了一座教堂 也就是现在的圣马可大教堂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法国国王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经济皇冠买下来了 而且 即便我们从经济上去算这笔账 法国其实也不亏 在中世纪 由于圣物崇拜的盛行 导致了基督徒们特别喜欢朝圣 他们会长途跋涉 来到这些拥有非凡圣物的教堂 去朝拜圣物 基督徒们深信 朝圣是最能表达自己信仰的一种方式 这些圣物所具有的能量和恩泽 都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所以 只要一个教堂拥有了重要的圣物 朝圣者们就会从欧洲各地蜂拥而至 你现在应该能想象 这件经济皇冠 会为当时的法国带来多少朝圣者 而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涌入 会大大推动城市和国家的发展 另外 其实路易九世会去买下荆棘皇冠 不光是为了法国 也是为了他自己 路易九世一生建造了无数的修道院和教堂 他还主导了第七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为的就是帮基督教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失地 最后 路易九世是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中 病死在突尼斯的 这位君王 可以说一生都在为基督教奉献 所以 在他去世后仅二十七年 他就被册封为了圣人 名叫圣路易 在巴黎圣母院火灾时 神父拼命抢救出来的第二件珍宝圣路易的长袍 其实就是属于路易九世的 因为他被封圣了嘛 他所穿过的长袍 自然是属于圣物 会受到无数信徒的朝拜 在巴黎的圣丹尼斯教堂 还收藏着圣路易的手腕骨呢 圣路易长袍 Tunic de St. Louis 约十三世纪 其实从路易九世身上 你就能看出十三世纪的欧洲 教权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国王压根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帝王 他认为自己就是应该为宗教服务的 可别以为只有路易九世是这样 当时欧洲的其他君主 也都是被教皇牢牢捏在手里的 那么问题来了 教皇是没有军队的 他凭什么去操纵国王 其实啊 教皇的手里有两大法宝 第一个就是禁止主持胜礼 如果某个君王得罪了教皇 教皇给出的第一个警告 那就是禁止这个国家的神父 为信徒们主持各种仪式 这样一来 生出的娃也没法受洗 年轻人结不了婚 要死的人也得不到祝福 这对基督徒们来说 就是世界末日般的混乱 会大大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第一招使出来之后 如果国王还不听话 那么教皇就会再来一招 更狠地开除国王的教集 基督教里规定 信徒们是不能和被开除教集的人 有任何联系的 所以说 如果皇帝被开除了教集 这就意味着 他的子民也没法追随他了 比方说 1077年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 就是因为被教皇开除了教集 害怕到亲自前往教皇所在的卡诺沙城堡 站在雪地里 三天三夜 祈求教皇的原谅 这就是著名的卡诺沙之辱 所以现在 你应该能明白 14世纪之前的欧洲 教权是绝对凌驾于皇权之上的 就如同教皇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31161-1216 公然宣称的那样 教皇是太阳 而皇帝只是月亮而已 但是到14世纪之后 教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在1377年的时候 整个教会就大分裂了 从那之后 皇权才开始慢慢变得强大起来 代表着大家就开始抛弃宗教了 这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人类始终都是需要精神信仰的 就好像今天的法国 已经是一个相当世俗化的国家 但当巴黎圣母院着火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崩溃了 对于他们来说 巴黎圣母院 就是这个民族的心脏啊 神父拼命 从火场抢救出来的这两件圣物 在今天 他们的象征意义和几百年前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他们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以及宗教精神 依然能够将所有的法国人凝聚起来 因为他们代表着法国古老神圣的文明 是支撑着他们灵魂的精神信仰 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被扑灭了之后 第一批人走进去是发现 虽然教堂已经被烧得一片漆黑 但主祭坛的十字架 依然顽强地处在那里 旁边圣母雕像也没有坍塌 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碰巧 或者说火势没有波及到那里 但我更愿意相信 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这七家餐就为你讲到这里 一 荆棘皇冠 是耶稣受难时戴在头上的圣物 他是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花了重金 从拜占庭帝国买回来的 这背后也反映出了中世纪的欧洲 圣物崇拜的盛行 二 路易九世虽然是一位世俗君主 但他却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基督教事业 死后被追封为圣路易 从他身上也能看出 十三世纪的欧洲 教廷的权力是完全凌驾于皇权之上的 但这也为之后教廷的衰败留下了隐患 在巴黎卢浮宫艺术课结束之后 我又为你准备了三讲加餐 这是其中一讲 另外 我还讲到了卢浮宫非常著名的两件真挺 汉摩拉比法典 石碑和埃及的丹德拉星作版 你也不要错过呀